你不认那个本你将来也归不了家 所以在这个项目上来讲 我们刚好也可以提到 比丘尼好像八经法语都不能说比丘过 不能说比丘过 所以有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不能说 比丘可以举比丘尼罪 比丘尼不能举比丘过 事实上不是你们不能举 我也不能举 因为什么 比丘无过 你们一定听到很懵了 可能不会懵了 因为这几天听到我讲这个法性 比丘哪有过嘛 比丘是法性 你有过都是我过去在家凡夫习气 你们看到我现在陷在这个比丘像 我现在比丘像 你看到我这一个烦恼众生 是你们过去业力深重 因为你看到我是一个根本的凡夫 穿戴神比丘的法衣 法相 我穿戴比丘的法相 我是要从凡夫的过去的业感念念之间 为自己洗涤心中的清静 召见根本学心的最初 那是比丘的工作 比丘的工作就是在预佛 所以如同阿难的世佛 所以这个法相是没有过的 你不能忘了说比丘有过 比丘现在的现就是现到世间的比丘像 都是凡夫 主过去的一切在家的习气 凡情深重 但是有一面想要出离故 所以把自己形象之中 磕漏成行者的庄严 是把自己刻画成 把自己雕刻成一个比丘的总性 他的目的是不断的 不断的自己为自己变革 改革他过去的一些恶习 所以你再看到一切的行为的败坏 一切行为的错乱 是我在家习气 你这个要分得清楚的 这个像根性不能搅乱的 那你看到一个行为 一个出家人行为 这个都是过去的这些不好的习气 不好的业障 你要永远知道 在他身上穿戴的那个比丘的那个形象 虽然那个形象在他身上 只是一点点最初接触 你都要为他赞叹 因为我看到这个恶人 所有的一些行为 都是过去的种种恶业 但他今天依然在他的身形向上 已然你甘愿 献成一个比丘相 我知道将来身中 不知道何年何月 但是他一定能够断恶 因为那是法相 比丘是法相 所以比丘从来无故 不能忘说比丘过 你看到比丘过 你知道那是在家习气 所以你应该要劝他 法师 你已经献了比丘相 你不能拿你过去在家习气 败坏如是比丘庄严 要劝解他 所以你在劝解他时 你心中为他掌养这个比丘信德 你没有傍身 你是在护身 但你一看到一个出家人 他过去的在家习气深厚 你就说是比丘错 出家人错 你是把过去的业感 跟现在的信德搅烂混为一谈的 这是一般众生的业力 有这样的业力 将来我们跺在恶道 跺在地狱之中 地藏王菩萨现身也是比丘相 你过去常常傍这个相顾 他现身都救不了你 你看到这个相你就傍破 因为你在相法 过去在相法在信 你根本搅乱不分 所以我今天可以直接告诉你 比丘没有过 有过的是什么 在家人的过 都是在家人的过 这不是骂在家人 这是在家习气的过 都是我在家习气的过 所以在家人的过 所以在家赶快出家 习气再生 出家都献在家习气 所以比丘没过 所以不能乱棒 这是在相上来说 你不能棒比丘有过 在相上 这是在信上说 比丘这几天都讲了 比丘是大兆 比丘对质就是什么 就是现前的每一个念头陈列处 骗诗处 于是在陈列处的对待之中 他能照见根本的决心 陈列跟对待 我以前讲过就是尼 尼者一个诗 诗就是陈列 下面一个比 那是对待项目 所以比丘制也是在哪里制 比丘法中 念念之在心中的 所有一切陈列对待 过去的起心动念里面对质 所以他对质的是尼布 他对质尼布当下 他真的是将来的比丘的信德 所以他对质尼布时 这一念比丘 无所谓错 因为他就是大兆 就在他陈列处才有什么 才有可能入种种差别 所以他在这边举其罪 举罪的意思就是 不让他流浪在种种差别的业感中 叫举其罪嘛 所以自信之中都能够知道 如是教化教授尼布 所以他才能够帮助教授尼布 所以像中的尼布就是诸位 但你们是在像中的尼布上说 但你们现在心中念念之间也是什么 也是正德将来的比丘的信德 所以回过头来 尼布一定要二部生寿 最后一定要知道 你最后的目标是什么 你正德是比丘的根本信德 现在也是在尼布二部中参 在这些陈列处中参 所以真的要有错 是在陈列处中出流转的 所以你也不能说比丘过 信上也不能说比丘过 所以这叫做比丘能够举比丘泥罪 你在陈列比丘就大兆能够举能够知道陈列中的种种的差别像中的流转能够举 你差别像中你怎么可以举根本像中有什么流转 差别像中说根本流转的话 你就是差别嘛 就是妄想嘛 所以这是在信上说的 你们现在不过是依相立这个信 依那个信的目立 只要你只是要反照回光的 而不是把你们锁在里面 一定是女众一定是尼布 不是的 只是每个人因为过去的因缘不同 在这个人间现形现象不同 既然现形现象不同 也表示他入到这个世间时 他沉过去的业感作用不同 既然是业感作用不同 你就要在当下的业感作用之中 还照本来面目嘛 你不能说你现在不认你的业感作用 你想要还照绝无可能啊 不是你的业感作用 你去找别人的业感作用 你也不知不能知不能够明白 你怎么能当下启用呢 所以就在女人向上说种种女德 说种种女众法 但是说女德 说种种女众法 为的是要你破女人向 所以讲一切向 目的是让你破一切向 说一切法 是让你站在这一切法中 断掉过去的业感习气 因为有过去受到 比如说一个犯人 过去犯了罪 要受法律制裁 那你怎么断掉你的恶业 就接受法律制裁 你说我杀了人 我偷了东西 法律制裁我不想受 你说我知道忏悔了 但我不想让法律制裁我 你绝对不是真忏悔 绝对不是真亲近 同样的道理 你在哪个业感之中 就在哪个业感中治 你忍受那个业感之中 对你的种种的 对你的种种的抱陷 过去的业感 现前的种种的 这种抱陷 抱怨 也表示什么 表示你念念之间 再也念头之中 意念之中再也不多 过去的业感中流转 一般的凡夫承受 那些不平等的待遇 那是流转向 一般的凡夫 现在妇女在家里 受那个不平等待遇 是流转向 等她受久了以后 将来突然有一天 她熬成婆 你看她比那个过去 她做媳妇受那个委屈 还厉害 那你念念之间 积蓄的就是那个仇恨 可是出家人 向道人 将你现在一样 是承受那种不平等 但是目的是什么 我承受如是不平等 我是知道过去 因为造了不平等业务 所以今天受 如是不平等的报应 我今天在不平等的报应之中 我念念担当 下次绝对不再 躲在世间 种种差别 不平等中 所以一样是在受那个不平等的 所以不是释迦摩尼佛封建 是吧 是你业力如此 你只能在你业力上销 但是你出家 到了僧团来以后 就比较平等了 你何必一定要赖在家中呢 赖在家中又赖在家中 又没有人能够拔劲 变化你家庭的这种不平等 你又不肯出离 然后又再说世间中中不平等 诸佛怎么那么封建 好像都是在制断女众 他不是啊 他在讲女病 在家中 要是有什么丈夫啊 男人对你不平等 那个男人就在重女病 他就在得女病 因为他将来就度一定 还能够为人就度女人 就是女人 他就在度女病中 佛是在治女病 你不肯出离在家中 那你就什么 承担嘛 遇到任何责难 你承担 承担的目的不只是承受而已 承担的目的是 我永世都涌托 世间的男女忘形 我再也不在乎造作 世间的男女相中的种种纠缠 所以佛没有讲的不平等 佛是告诉你 如何就你现在的业感 能够倾尽你的业力而已 所以从来没有说不平等法 他目的是要你还到 你根本本来与诸佛平等的面目 所以那才是真平等法 你不消自己欠钱的业 你如何平等 就像上次我讲的 一个人有病 你是什么病 就下什么药 重病者下重药 轻病者下轻药 你不能说不平等 所以重要轻药 不是在谁给你要的那个人的错 重要轻药是你病的错 你什么病的错 所以还是要回到这个根本 回到你根本向到 真正要解脱世界 跳出世界的 这一个心中的发源中来 所以你真的要知道 跳出世界 在解脱世界之中 那你当然就能够入一切善法 你在一切善法里面 你当然肯于去念念 维系观照 每一个念头起处 哪个不是你的根本绝招 你怎么还剁在感受之中 旺分男女 旺分平等不平等 旺分种种感受 旺分造作 旺分我生气我不生气 你可以说旺分 你可以说生气不生气 但是就因为生气不生气 将来生中 你可能永远处于这里 你要甘心 那就是流转 那都还是流转 所以今天的目的是要造建自己所有的一切念头起处 你都不被他迷惑 这就是古德讲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没有下手处 觉得好像很难 你只要这样去参 每天这样子去观 每天心里面不断地砥砺自己 总有一天 就像那个魔除成真 突然有一天在你心中会磨出 你看到 本来过去是异世 现在你看到的是根 你从此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舍世用根 世没有离开根 可是过去在世中都足成 将来你在看到的时候 你是用的是世根 世根现前处你会组成世成 但是成是因为根起的 没有根哪有成 既然世心现前处就有根成二相 那你为什么只知道成不知道根呢 但是法上你只要照见世根 那就一定离成 你看到根就不是成 那明明有根有成 你为什么只认成呢 所以这个道理是什么 就好像镜子 镜子现前它就一定有什么 有一个镜照 有一个色的呈现处 你要是站在镜照上 它一定不被色向所流转 而且它一定清楚知道色 但你要追逐色尘上呢 它一定忘记尽照 忘记根 这就清清楚楚 你只要追逐尘就一定被根 就要被决合成了 你只要在尘中就一定被根 你在根中一定能够支成 那叫清楚 那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不慢慢慢慢 告诉自己 任何的念头上 当下要舍事用根 因为在根中 不但不舍自己本来的 自信中的亲近 你而且能够明白一些万法 如何一个行者 一个学者 在这种智慧 还不好要求取呢 明明知道你有这种智慧 明明知道你有这种 你本具这种功德 你怎么会不好要向学